大家好,我是小朋友,欢迎来观战一把168星的律师 哇,这把的话应该是 这个是目前榜2,没记错好像是190多星 这把50G加起来算人均130的话 再加起来都有500星了吧 阵容上面来讲呢,其实这套阵容 想要真胜路头,他不是特别的有可打性 就是你这边如果说写个剧本呢 你得是上来抓个律师,然后律师这边溜的不错 两波薄命套,幸运人还有把枪 这个剧本是可能比较有真胜面的一个剧本 除此之外的话,好像比较难写 比较难写,因为这把阵容不是特别能打 但这把的话,穷者你别说 修机速度有 然后救人能力有 别的嘛,你说打架嘛 就一把新人的枪够不够呢 勉勉强强强也够 也够,看一下吧 金子第一轮的话算37213824 大概是2.2,2.3的样子的一个总量 2.2,2.3的一个总量 人挂上的话其实已经要到两台半多了 这边但是傭兵吃狗有点难受 这波傭兵吃狗秒就是亏了大盘了 就本身前期的话呢,我是觉得牵制已经占据了一点优势了 如果说救的好一点 待会儿比如说再换个道具啊 或者说交把枪保个26啊 有可能能够去写写看四人开门这样 当然比较难写 因为第二个薄命没有嘛 现在的话应该不太能行 现在应该不太能行 现在对于球者来讲 这波秒就是把前期的节奏全给送回去了 但幸运人这边 电筒加枪再带护壁 哇东西是好多啊 一个幸运人带着三个道具过来了 一个护壁先跳过去 突破你的防守 一锅勾中 路头这边卡位 交枪就还是救人交 假动作 救我 救我 救下来 幸运人这边的话掩护一手 有飞轮 有没有机会去捡个电筒什么的 交出喷射背包 这边一勾 电筒 那边的话勾到了 捡起电筒来不及了 嗯 也行吧 这波幸运人的救人我觉得蛮优秀的 对吧 你们我们从结果上面来看 他是不是拖了不少的时间 自己是不是没有吃到什么伤害 甚至连手上面的飞轮都没有交掉 那他付出了什么 付出了一勾的伤害 付出了一把枪 一个护壁 把人救下来了 把时间拖出来了 可以了 完全够用 完全够用 现在的话 两个人抢机子 这边的话路头应该是要来做一波消耗 夹子封击吗 勾住 律师 变刀打 现在律师也勾 拥兵也勾 幸运儿这边得兴起机子 但穷者这个状态有点绷不住啊 这个时候 如果行程倒地 核心问题是 都有可能救不下人来 交不交闪现 好的果断 然后切船 嗯 律师是双坛 外面兴起机子 哎 这幸运儿怎么又有个护壁啊 哇 这把幸运儿 两个护壁 一把枪 一个电筒 哇 道具拉满 这个路头的话 我没记错是目前国服S1的那像石啊 打的倒是ID一遮 你跟我说是S牌路头 好像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看不出什么问题 打得很好 打得很好 嗯 那边用兵过半了吗 没有 没有过半 补状态吗 还是说抢机子 幸运儿有飞轮 这边可以飞轮破夹 好像也不用 看你律师一勾倒地 这边都怕回头打 慢慢慢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穷者这边的上挂次数 撞 外加道具 都要被消耗到 一个极限了 就是这个极限称之为什么呢 就即便你真的勉强冲出四人开门站 也没有办法完成平局的极限 这边要挂一个踢墙 这边要挂一个踢墙 用兵的状态一勾一刀 律师的话一勾 没有办法 律师不可能过来 那只能看佣兵了 这边佣兵绕路 路头这边勾中 有香水 但是香水目前没什么用啊 香水顶勾 哎呦 再减 不必是减不了了 那这样的话 压一波佣兵 嗯 香水顶勾 密码机选择直接量 但是佣兵是个白板 佣兵说我护臂没捡到啊 大哥啊 怎么办 你让一个绑二人皇 也无计可施 因为他是个白板一刀梅 人先挂上 幸运这边摸到门 二挂 这里的话排 先排中场 先排中场 因为幸运的位置是知道 他从踢墙跑到小门 时间跑过去得十几秒 先排先排耳鸣有 现在耳鸣消 差不多可以传了 这个时间点 他再回头来看一眼 好传了 这时间压得真好 但一勾没勾中 这个时间就是什么呢 人人救不下来 门门开不掉的一个 路头真胜时间点 这个时间压得真不错 这把我觉得两边都打得很漂亮 两边都打得很漂亮 但是 求者输就输在了那一勾 勾中佣兵 逼佣兵秒救了 就变成了路头的宝瓶真胜 如果不是那一勾 这局其实我觉得是偏 求生者宝的阵头 如果他们也是打出 这么优质的操作啊 勾子断了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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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飞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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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飞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不愧是500星的求生者 拜拜